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是什麼節目呢 是美味關西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承世亞 為什麼我今天會站在這裡呢 如果你有看之前 有一集有一個男生跟我一起 奇怪的節目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最美麗的 沒關係主持人 妮萱小姐 她現在有點發燒不舒服 所以我今天呢 經過上一集廚藝大增之後呢 我就馬上要來幫她代班 就是教別人怎麼做菜 其實我是蠻困擾的 就是我有點害怕 但沒關係 因為今天來的這個朋友 算是我還蠻熟悉的人 那我們就趕快先歡迎這位 電力滿滿 永遠就是充滿著電的成員 不是成員啦 在幹嘛 的人 妳是我的 妳是我的 妳沒有剛剛的那股衝擊 的 的 女孩 先是一個人 先是一個人 還是女孩 先讓我在妳旁邊嗎 閉嘴 歡迎 歡迎這位女孩 太恩 什麼女孩 我不要用成員 我不要用前成員 前隊友 前隊友 我才是前成員 妳這樣嗎 我才是前成員 對妳要不要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 陳時雅前所屬團 AKB4TA TV的成員 蔡恩 歡迎大恩來到美味關係 先跟你說聲抱歉 本來是就是非常厲害的 有雙證照的人來就是教你做菜 美璇姐的作品我都看過 傑哥今天是我 先問妳調查一下 妳平常會做菜嗎 是完全不會進廚房的類型 我最拿手的菜就是泡麵 而且我是真的煮的 就是我真的泡的很好吃 跟我一樣 但我剛剛 我剛剛學會煮一道菜 叫做水煮牛肉 所以我現在Level應該是高於妳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今天應該不用太擔心 真的嗎 對對對 泡麵煮的好吃有什麼秘訣 我覺得 就是熟能生巧耶 煮泡麵我一定會很認真的量水量 對 真的 不會照上面那個水 水量亂 因為我媽媽都會說 就差不多這條線 每次她煮出來就超級淡 對 不行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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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認真做得到精準 超痛苦的 我媽之前煮微叉炸醬麵給我 然後她就是泡超多水 然後整碗麵沒有味道 整碗麵報廢 我後來就說妳是不是少加了醬 她說因為她覺得太油了 所以她只加了半包 那也太難吸了吧 它就是一個沒有味道的泡麵 我們今天要做的菜 好像有一點 說難不難 就是妳要做得好 有一點難 可是妳其實 能吃就好 能吃蠻簡單的 就是 因為是日式偶像嘛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日式的蛋包飯 但是呢 他們的目標是希望那個蛋皮就可以流出來 那種發散 切下去之後會有 有一點難 應該不會成功 先說 所以我們今天料理 就叫做日式蛋包飯 好 就名稱簡單一點 更加這個主題 OK 好 好 那因為我們要邊做菜邊聊天 我想想看第一步做要幹嘛 切菜 好 OK 這個刀子 我們先 小心 對對對 好害怕喔妳OK嗎 我真的 不知道 要再開這個日領嗎 還是我幫妳接 我來我來 我來我來 對 你可以用煮熟 煮熟卡 對對對 小心 小心 我覺得妳不要那麼急 不是 不是 因為這個洋蔥等下會流眼淚要快一點 好 不會不要碰眼睛就沒事 好 OK 妳喜歡吃蔬菜嗎 吃 那我們要加多少進去呢 是不是 我覺得 因為我們今天做兩人份 大概一半就好 對啊 我們加一半 好 那我先洗 那妳先剝 好 在妳剝的時候 來問一下妳 就是要在切菜的時候才可以 問一些 這樣還不行 還要再 還要再 再更多嗎 對 再一片 對對對 這一層 不好意思 要全綠 我們忘記穿維圈了 對不起大家 我是再次強調 我是代班主持人 我是沒有經驗的 小助手 來 先穿 沒問題 有心動的感覺嗎 好浪漫喔 看看妳最近有沒有變胖啊 那肯定是 需要減肥一下去日本吃 欸 因為其實 因為其實妳是一個 怎麼說 妳是一個給外在形象 外在形象就是 妳給人的感覺 給粉絲的感覺 對 一直都是那種 電力滿滿 活力滿滿的 妳自己也是這種 妳不要做那個動作 有點奇怪 對 妳剛剛擺位子 有一點怪喔 對 有點稍微怪 就是妳是一個 充滿活力的人嗎 是 那妳私底下 其實我問這問題很怪 因為其實我知道妳是 妳知道 妳知道 所以 那我今天是 今天是要 讓妳說出妳一些 心理的話 所以OK 我還是要問 那妳私底下個性 是這樣子的嗎 會有斷電的時候 那是肯定會有的啊 對 那 對 那是肯定 妳不要吵 等一下 對 對 那妳會 妳會 就是 妳曾經有覺得 妹嗎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 很讓我佩服的地方 因為其實 要一直在high tension 是很難的一件事 也不是很難 就是 會很 當妳收下來的時候 就結束的時候 會突然很空虛 躺在床上的時候 妳會虛脫的狀態 對 所以妳會有一 妳會覺得 欸可能 選 就是不應該這樣 或是妳覺得選錯 會有這種時候嗎 沒有就是其實這也不是選擇 所以我本來個性就真的是對 就是因為我加入 我是17歲 對 征選 然後我之前 只有經歷過學校生活 然後我在學校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我在遇到很 很有興趣的事情的時候 就會過high 然後過high完就沒力了 然後所以我的同學們都知道 我就是一個會很 很極端的人 就是一下會很high high起來然後會有休息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就很安靜這樣 對 而且因為很安靜 就是我是不笑的時候 看起來很臭的那一種 喔妳會 妳看起來有嗎 會啊 還是妳比較少看到我不笑的時候 應該是我習慣 大家就是 休息的樣子 因為城下也是這樣的人 對 城下也是安靜的時候很安靜的人 因為我覺得 真的會需要休息欸 就是 也不是說我們假或什麼 絕對不是假不假的問題 是因為就是妳當妳要提起一面 就是妳有點像妳把心理的其中一個拉出來 對 那拉出來久了是不是就要 本來見到觀眾跟表演的時候 對 就是最開心的時候 對 所以本來就是一個很開心的狀態 對 那妳曾經就是有太累 就因為其實生活上有很多壓力嘛 就是可能太累的時候就是 妳提不起勁 可能沒有提到那麼多 就像現在妳消皮不順利 這種時候 那妳的粉絲會感受到妳的 就是可能今天比較不一樣或什麼 妳會有這個壓力嗎 因為妳可能可以一直 以前很開心 妳很開心的時候 一直在這個狀態 可是有一些影響妳會掉到這 然後妳會 粉絲會覺得 欸妳怎麼在這 妳會有這個壓力嗎 有欸 妳會有 因為像很多 就我 我是一個很 過於活潑的人 對 就是在粉絲們面前 然後像握手繪的時候 他們就會推薦 剛入坑的新粉絲來找我 然後我就會很害怕遇到一個 就是 就是很期待見到 我很有活力的 新的 不認識的人 新的人 因為他沒有看過妳嘛 對對對 然後我就會 因為覺得會遇到這樣的人 所以我需要提起我 最有活力的那一面 對 對 因為妳之前握手繪也 曾經累倒過對不對 對 那這算是生病 但是之前有比較嚴重的是 我之前簽唱會的時候有講話講到過呼吸 嗯 然後我就全肢麻掉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我手麻 我不能簽 所以妳會覺得 是不是妳要學習改變 控制一下情緒這樣 會 妳會有這個想法嗎 會想 但妳不會很 因為像如果是我 我就會很 有一點害怕 因為我知道這是 這是我其中一個 吸引人的 那妳不會 萬一改了 會不會 就會流失一些粉絲 妳會 有這種害怕感 對啊 所以我現在其實也 沒有說 有太大的差別 那妳 妳有說妳17歲的時候 進來嗎 妳那時候 就是想做偶像嗎 吵著偶像 其實沒有 我這輩子還沒有想過 想當偶像 真的嗎 唉唷 切到了 妳那時候沒有想過 沒有欸 我小時候就是 很喜歡唱歌跟 嗯 妳是比較喜歡 表演這件事情 但妳沒有想到 偶像這個事情 對 就是其實我一開始 一直很喜歡的偶像的類型 也都是演員之歌 喔 所以妳想要 我 好演員之路賣進 我在成為偶像以前 從來沒有欣賞過唱 就是一邊唱跳這件事 真的假的 對 哇那妳算是 接觸的很少欸 對啊 那妳加入進來 然後發現 喔原來是要做這些事的時候 妳那時候有想要離開嗎 我沒有想過 我跳舞會這麼不在行 人就是要嘗試過都會知道 但我覺得 就是 因為像我也不是擅長跳舞的人 但我真的覺得練習還是有用 對 有 舞感會好一點 再加上其實 有一些個人特色也是一個 蠻不錯的 尤其是因為 我們普遍團體內會跳舞的人偏多 然後大家都 對舞蹈反而是比較有自信的 所以一開始就有點挫折 而且就是剛開始 就是我們不是每一次單曲都是需要審核的 對就是要好核 然後前面 前面兩首單曲 妳沒有上選吧對不對 對包含有一首數位單曲是一次選了二十人 是很破天荒的 那時候我們團體人數三十幾人 所以那一次也沒被選到的時候 超級挫折 嗯 我懂 因為想說原本是十二個人嘛 或者是十六個人嘛 對 對 就好就可能沒被選到 沒辦法要再加油 但二十個人已經是 對 都已經過半了 多數到於少數的時候 對啊 可是我覺得妳的故事就很勵志啊 但妳下一張就上選拔了吧 對 但是下一張過了有一段時間了 對那段 因為就是知道二十人選拔 也沒有自己的時候 那時候很受挫 然後一度就是有一點 有點崩潰 欸妳當下 妳當下有哭嗎還是什麼 我沒有欸 然後因為其實我一開始是蠻想哭的蠻難過 因為就是那也是努力了好一陣子 對啊 然後可是我回家之後 我就跟我媽講說 啊我沒上欸這次 然後結果 她比我還崩潰 就是她真的很受傷 她一直 她一直搶眼歡笑告訴我 就是沒事她有看到 我在加油很努力練習 我這種時候就反而自己 不會再一個 我就沒有哭 我就跟她說沒關係 我知道我盡力了 對 然後我就說沒事我下一張會上 之類的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發現媽媽比我還難過 嗯 我就覺得自己好像也不能這麼不振作 對 嗯 就是自己會有那種 媽媽的那個愛也加在一起的感覺 對 謝謝 對妳一開始是想做演員 那妳覺得到現在來說 妳還是想繼續當演員嗎 嗯 其實會欸 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唱歌跟演戲 但其實演戲我並沒有太多的經驗 對 嗯 但是我只是很容易被演員去吸引 就是我很喜歡看人家演戲 就是會被那個劇情感受 對對對對 那妳有 妳有就是揣摩說 欸如果是我 我應該要什麼演之類的這種 會欸 但是因為我到現在沒有 試鏡上過的這個經驗 所以 我不敢多說什麼 試鏡的那個競爭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經驗 真的 而且 而且 試鏡不是說妳長得最漂亮就是哪 妳要看那個廣告組 大部分都是廣告試鏡 演員 要看那個演員 對還有那個戲劇試鏡 對 妳要看那個角色跟你到底有沒有那個跌倒 還有戰發的氛圍 對對對 還有那個 一種演員 就是導演的演員 對 所以 我真的 我真的覺得試鏡真的 一定會失敗個超級多次 對 雖然我現在還在 我還在累積那個失敗次數 等到成功的那一天 妳有差不多覺得想放棄的時候嗎 我一度覺得我是不是 就是沒有長在點獸 對啊其實 妳先先然後 我要 那個 我先就幫妳 那個 準備這邊 我等一下要把它加進去炒什麼 我剛剛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比我還不會做菜 我不是 我從來沒有做過 對 那妳有想嘗試嗎曾經 其實我蠻想的 但是主要是因為就是別人啊 做菜就是做一大份 對 然後因為我現在是暫時一個人做 所以我就想說 我做了 對 也沒有人可以陪我吃 妳可以做人然後打包過來給我吃 好啊 這樣妳確定妳會敢吃嗎 我看到妳這個我要先考慮一下 妳手不要離那麼近 手不要離那麼近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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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不會太順 好 我們就這樣就好 我們就這樣就好 OK 把所有東西都切好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做那個 蛋包飯的那個飯的部分 就是炒飯啊 炒飯妳會炒嗎 我可以試試 就是呢 我們先放油 我們先開火 我唯一一次炒過飯是國中的這個 家政客 然後那個時候同學就叫我炒飯 然後他是加蛋 加蛋 對 然後結果我 蛤 為什麼 因為那個蛋 然後他的顏色就是那種 有點黃黃 然後固固的 可是妳知道 完全沒有 蛋炒飯其實算是一個 超級不會失敗的料理 可是它完全沒有味道 我覺得油好像太少 再多一點 有嗎 有在那個嗎 有薄薄薄 可以加了 它很吵很激動 它很吵很激動 你是不是擋什麼 你每一個就沒東西 不是 不是 因為紅蘿蔔比較容易 比較慢熟對不對 不是說油要抹均勻嗎 OK OK 我要吐槽 就是每一次每個關係 就是妮瑄她每次都好像 就是很迅速 怎樣 妳要說我不好是不是 不是 我沒有學到做菜的精髓 我看完了 但是我發現妮瑄都很輕鬆的 因為妮瑄會做 對她就很輕鬆的很快 就做好了所有的東西 像我們這種 就是比較笨的人來講 對 大家才會看得懂我們在幹嘛 我們真的在做菜 對 對 所以才有感同身受的感覺啊 來來來 三分之二三分之二的份量 我來我來 好 我問你這樣 會吧 很專業吧 OK 看起來很專業吧 看起來很專業吧 殊不知 不可以以貌取人 大家 那我問一個 你加入TimTV以來 除了不能回答冰桶挑戰之外 有沒有什麼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或是挑戰 挑戰啊 或者是你最受挫 或是有最遺憾 就是當初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有沒有 還是有超多 做得更好這件事情 我都盡力了 你都盡力了 是還好 會啦 會很常後悔 但是能不能做得更好這件事我不確定 因為我當下都是盡力 但是有很感動的事 就是 什麼事 每每都有感覺 就是每每都很感謝我當時選擇偶像這個職業 怎麼說 因為 偶像蠻容易受挫的 可是 因為一年一度的生日 然後每年粉絲的應援都會讓我超級感動 就是 無悔做偶像 妳這次是不是很多公車應援 對 但是就是我很感謝粉絲很溫柔的照顧我 要不要試試看 妳繼續 之前常常會有別人說什麼 真的 明明你好寵粉絲喔 但我覺得是因為大家對我太寵愛了 很溫柔 其實粉絲你們是互寵的狀態 所以我很感謝大家 我覺得當然有像最印象深刻應該就是這個 所以如果要你重新選一次 你還會來參加爭選嗎 會啊 會喔 會啊 雖然很受挫 但是沒有後悔過耶 當時 我當時覺得 其實我對偶像並沒有特別特別憧憬 可是為什麼一定 要報名的原因就是覺得 等一下 她表情很微妙耶 有什麼問題嗎 沒什麼味道 OK 來 我來我來 還是我炒的飯就沒什麼味道 有鹹啦 可是 繼續說妳剛剛交給我調味 好 妳剛剛說哪 就是 就是我為什麼會想來甄選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如果 我如果那時候沒有甄選 然後我看到AKB48 Tin TV在 某天在電視上出現 妳會弄壞耶 我已經超後悔了 我想說 我當初如果有甄選的話 說不定我就在這耶 很大 妳是吸了多大口 可是我跟你說 我覺得每個人 人都有這樣的想法 但我很想要就是 給妳一個 我的想法 就是 雖然每個人都會羨慕嘛 可是 那是因為妳沒有走過 譬如說 我們現在選擇這條路的人 他其實也受過很多傷 就像妳有很多挫折 但如果妳是在舞台上看到 妳可能不會看到他挫折的那一面 對 所以 對 對不起 要加了是不是 我覺得差不多可以了啦 有一點 有一點 我們不管了我們就拿起來了啦 感覺有點硬了 對啊 我覺得就是 不要後悔自己做過的 每一個選擇 他快變鍋八塊了 跟大家科普一下 我的粉絲之所以叫醬油 就是因為 所有東西加醬油我都很愛 妳感覺也加太多了 親愛的 很多吃 肚子會不會不夠寫嗎 快點我們要 然後每次成家下東西 旁邊的工作人員就 哎唷 很香喔 我之所以會看那個肉熟不熟 也是因為吃火鍋 這真的很重耶 你要去... 對啊 我就說看看 它是抬不起來 太丟臉了 超難吃 你不要找 工作有點黑馬力 有這個比較好看 不會啊 有愛心啊 伴娘好看 然後要先加點油 分開 你覺得我們會成功嗎 我相信陳思雅 蛤 不要相信我 因為程師員說 陳思雅是個很厲害的人 沒有 他沒有說我很厲害 妳在那邊... 有有有 我看完整集了 他說就是 陳思雅是那種默默在家 然後可能不會練習 然後... 屁喔 真的 我超會練習 他那邊亂講話 我每天都在練習 他那邊... 我有在練習啦 真的 欸 那我問一下 我...我不是畢業嗎 對 我在跟我不在對妳來說 有什麼差別嗎 這是私心想問的題目 有 我覺得影響很大 真的假的 天啊 我已經... 有啊 我剛剛有提 就是我是很容易遇到困難 就是跑去問陳思雅意見的人 他一直是一個... 組織我們的人 然後我是一個... 我會想要做事 但是我會需要別人組織我的 就是例如說 今天如果只有我一個人的話 我就... 什麼都不會做 我... 但是陳思雅... 你需要別人說 欸 現在要幹嘛... 陳思雅會是說 欸...你什麼 幾月幾號前 你要把這個做好 之類的那種人 然後我就會... 因為他的一句話 然後去做事這樣 對 所以我可能比較需要 有陳思雅這樣的人帶著 欸... 鮮奶油是這樣子的喔 我以為... 我以為它是那種 黃色一塊的那種 那是奶油 這是鮮奶油 我想說它怎麼是... 貝果 交給... 交給專業的 水感覺可以再一點嗎 好啊 它滿... 它滿水的耶 這個顏色感覺跟語言差不多 是不是再一點啊 還是你要喝喝看 不是要稠一點嗎 你要試試看嗎 小心燙喔 怎麼樣 很棒對不對 還不錯 好 那就這樣 真的真的 真的還不錯 OK 來 擺盤 欸 我們來擺那個飯 好 你看蛋包飯有一個那個形 你知道嗎 你會擺嗎 這是各樣的 殘條 對啊 我也覺得這樣挺好 欸 你這樣把它這樣壓一下 要小嗎 不是 不是 有兩個鏟子啊 喔 對喔 我們用鏟子 對 唉唷 可以可以可以 Oh my god 有囉 一個台灣的樣子 欸 再過來一點 沒有 至終了 沒有至終喔 沒有 center 講到這個 你會想當 center嗎 會耶 這問題是不是來得很突然 會 會想 你也會想對不對 會 我有滿喜歡的歌 所以我就會想要這樣 因為 AKB 你有喜歡的歌 還是你有一個目標 是譬如說有一個偶像 你的偶像 有耶 如果是 AKB的話 其實我很喜歡 紫緣麗奈 欸 跟我一樣耶 就是 就是我現在還在意的話 是純山彩席 但是紫緣麗奈 可能或許跟我想像中的個性 就是跟我想像中 嚮往的個性比較近 對 它是不是有一點 它是不是有點半殘啊 這個蛋 我現在馬上 我這樣 我覺得不行 對 因為蛋太小了 可是 要從上面嗎 接縫的地方 接縫的地方 我覺得這蛋好像有在重煎一次喔 好生氣 怎麼是熟的啊 欸 廢話 這煮飯單元耶 好 差不多 OK 會太鹹 好啊 上菜囉 耶 OK 你介紹一下料理名稱 艱難的時刻 這個叫做 幸運蛋包飯 為什麼呢 雅恩 因為它是一個幸運餅乾的形狀 沒錯 真的我們精心為大家設計的料理喔 來 我們現在要來試吃看看 究竟這個幸運蛋包飯 信不幸運啊 信不幸運啊 來 一起美好的早晨 一人一口 好 我覺得應該也不會多難吃吧 說實話 而且肉其實蠻多的耶 大家感覺應該會很鹹喔 因為肉 對 我們加了好多醬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蛋呢 我先跟他講 這個中心呢 就是炒飯跟飯 就是兩個分開的東西 有好吃的 而且配那個豬排醬的歌 豬排醬就是它太好吃了 對 欸那妳平常都不煮飯 那妳平常都在幹嘛 我們家本來就吃外食 喔 所以妳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有什麼興趣嗎 我講一個震驚的 震驚的就是我最近在學剪Podcast 喔 嗯 我現在在學剪Podcast 然後就是自己錄 可是我就是想到什麼錄什麼 比較沒有一個主題這樣 欸還不錯啊 那妳有在做其他事情 算是很好耶 不正經的話就是 我最近迷上的癖好 癖好是什麼 就我很喜歡收集有 各種形狀的悠遊卡 你知道悠遊卡不是有什麼 牛奶糖啊 欸那很可愛 對對 可是妳要那麼多張要幹嘛 我身在家裡大概有五十幾張 哈哈哈哈 欸 但我覺得這也不錯耶 這蠻特別的 很浪費錢的 很浪費錢 對是蠻浪費錢 但蠻特別的 對 就是妳可以展示給大家 在談有空的話 啊有空也可以煮個飯這樣子 好啊 嗯 好啊 很有啊 但因為我家裡沒有人可以教我啦 所以我 主婦妳不是要教 妳看也沒人教我啊 妳沒有煮得很好 不可以這麼臭屁 我這個 來 妳評分 五顆星妳給幾分 我覺得賣相可能是最扣分的東西 除了賣相 吃起來真的不錯 對啊 那今天是不是學到一個菜 對啊 對啊 那就希望妳 對啊 個B也到底 是 你們都不負荷 難接下去耶 對好 那就希望妳未來 能夠好好的發展 然後 走向妳的多元發展路線 然後越來越好 我們以後會好好煮飯的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聊完之後 妳有什麼覺得 講很多內心話的感覺嗎 我覺得還好 我就不知道會不會太不內心話 其實已經很多了 可是我覺得蠻多妳 平常我不會跟妳聊到的事情 可能我也沒有隱藏過 那妳有覺得妳隨著越來越成熟 有越來越好 就是以前會只表現狀態很好的一年 但我現在有點放縱我自己 就是也讓壞的 就是如果有一點點不開心 我也不會去隱藏說 我很開心啊 我很開心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這樣活得比較開心一點 長大就會這樣 好 希望下次還可以 跟妳聊更多內心話 沒問題 可是妳要不隱藏 但又沒什麼內心話 妳可以 說不定可以揭露更多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挖更深 妳要私下是約人家 妳們要不要啊 沒有 妳不是主動的人 我聽很多團員都說 陳思想是一個就是 他不是主動 雖然約他會出現 我會出現啊 但是蠻難約的 他不會主動跟人家有聯絡 我平常比較少主動約別人 非常 對 我是一個比較 沒關係 不是重點 我們是有在聯絡的 是有在聯絡 大家不用擔心 好啦 好 好啦 那以上就是差不多嗎 差不多OK嗎 差不多了啦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 2022年 一翔天開的會員頻道內容 那緊接著2023年呢 我們會有全新的內容 跟大家見面 將會有11位女孩 為大家帶來不一樣的東西 不一樣的內容 先賣開 對 先不講 請大家繼續鎖定 我們的會員頻道 2023年就可以知道 我們要做什麼事啦 那大家一起期待 2023年到來 下次見 掰掰